I love大家 那么上次有小伙伴说想要看马桶的角度 今天就找了一个最相似的角度 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坦诚相见了 所以今天就来一个Vlog time 爽快的公开一下我们在韩国的别墅 离得不远也就120多公里 开两个多小时的车就可以 估计对我的前列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OK 让我们稍作准备之后马上出发 OK 那么现在终于要出发了 今天会带上老婆和孩子 如果再有几个鸡的话 应该会感觉更好一点 非常可爱精巧的三只小鸡鸡 Hello 大家好 这是鸡鸡 爸爸 这是鸡鸡蛋 鸡鸡蛋 嗯 来来 OK 那么现在终于到了 这一路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只是这三只小鸡鸡一直在啪啪的叫 另外车里的话还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小鸡鸡的味道 除了这些以外 这一路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来的别墅了 虽然跟大家想象中的别墅不太一样 不要看它特别的简陋 但是它包含了非常智能的安防系统 一般的车是进不来的 因为你要进来的话非常的刮底盘 而且它拥有VIP智能仿生狗迎接系统 妈妈呀 哦 哪吆得个发展啊 虽然这些智能狗 它的智商有点低 有点不怕死的感觉 但是当你驶入进来的时候 它飞奔过来 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大家看的话呢 这里还拥有纯天然绿色蔬菜供应系统 那现在大家看到呢 是富含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土豆 那这些呢是富含维生素C的绿色的辣椒 那这些玉米呢 跟那个星际穿越里面的玉米的品种是一样的啊 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非常天花的狗 那这是非常天然的这个蓝莓 酸甜可口 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这里还有杜比360度 环绕音效卡拉OK 这是ha 现在又去拍一个专场的视频 打算拍一个这个日出的延食摄影 正常地老板 那还是有点 有点滑 早点滑 老板 现在又去拍一个专场的视频 打算拍一个日出的延时摄影 好 现在嗓子压了 昨天晚上厚的有点太多了 为了拍这个专场拍摄过高质量的视频 我还是坚持去一下 看来太阳已经升起了 而且有大雾 看来是拍不了 好吧 恋是哪一場刀 雾 сем reside 应该 electric 是的 嗯 这是太阳因为 Stellaente 不能吃 好 OK 那么现在呢我也要马上去刨土豆了 我跟他接着这个视频就让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